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2022年1月6号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今天川普总统的谈话也取消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吧 因为如果他真的要东山再起 再参选2024或者有任何作为的话 那他不能给左派以任何把柄 因为他如果要演说的话 他说的肯定是倒选之类的 但是1月6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话放到以后再说 那我昨天提到1月10号是亚利桑拉的参议员休会结束 他们休会结束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考虑撤销认证的事 那15号的话川普总统会到亚利桑拉去集会 所以我们很期待亚利桑拉会有一个很突破性的进展 昨天司法部长Garlan发表了一个谈话 就说司法部还有FBI要在各个层面去调查 所有的1月6号参与所谓罪行或者行动的这些人 要对他们审之以法 并且表示说这是FBI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调查 What?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比调查共产主义我们最大的敌人 比调查俄国 比调查中国 比调查新冠 比调查所有的与美国为敌的美国敌人的事更加的重要吗 和更加的大吗 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结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司法部长的政治倾向性是多么的明显 之前很多人都还觉得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人 但是一旦坐到了这个位置 你可以想见这人真的是很可怕 不知道是左派把他变成了这样 还就是说他本身 他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 总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就是美国的司法部已经被严重的政治化了 当他们在说William Barr的时候 实际上William Barr还没有那么政治化 他试图一直保持一个中庸中立的状态 那你现在看Garlan 你简直不可以想象 美国的司法部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目前为止 实际上有720多个爱国者被关到了华盛顿地区的监狱 那很多人其实只是踏进了国会 那去统计 我看代理他们的一个律师 是一个女性很伟大 他就说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踏入了国会的地方 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非法入侵 他们叫Trespassing 就是入侵 就是踏入了不该容许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保护国会的为难被国会警察撤开了 那当然很多人就质疑 那为什么国民警卫队没去支援呢 那我们派了那么多国民警卫队 那不仅是这样 这些其实都是小事 那我们不谈 在1月6号之前 军方和彭斯和 Mitch McConnell和Penossi如何的通电话 如何的购合 如何安排 以阻止川普的政变 或者是美国人民的政变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就谈 这些人 他只是踏入了国会 而且是在 根本不知道状况的情况下 为难猜了 他都不知道 他已经踏入了一个 不应该被允许进入的地方 那据这个代理律师讲 实际上进入到国会的 有800多人 当天 现在FBI已经逮捕了 720多个爱国者 那这些人都被控移 非法入侵等等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 就是这个轻罪或者不当行为 没有一个被指控 就是叛乱或者暴乱的 但是当他们提起 1月6号的时候 他们就说 这是一个insurrection day 是一个暴乱的日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左媒的这个倾向 那昨天他concent就很不客气的说 他说 那为什么媒体 要大肆的渲染1月6号 1月6号 难道比起2020年的 这个所谓西雅图市长 称之为爱之下的 这个黑命贵的暴乱 更加的破坏李强吗 在1月6号的话 只有五个人死亡 其中一个是警察 他只是因为 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中风而死的 他其他的人都是爱国者 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1月6号委员会 他们还编盘 拿了四个警察 痛哭流涕 说我在阿富汗战场上 我遭受的都没有 1月6号的遭遇 更加的恐怖 你在说什么呀 这个痛哭流涕的这个男人 正是粗暴地对待民众的 这个警察 那除此以外 我今天想特别讲的是 要感谢大家 我在圣诞节前 给大家三个监狱的地址 和姓名 要大家写明信片 那很多人给我回复说 他已经写了 写了三个 而且每一封信 寄了两张卡 希望他们传到更多的 育友们收看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大家 那实际上 我也想跟大家update一下 这些育友们的状况 他们其实刚开始状况 是非常糟糕的 因为你想想 他们因为一个 莫名其妙的原因 很多人其实没有 使用任何的暴力 那他们进入了 他们不应该进入的地方 什么叫 不应该进入的地方 请问 那国会不是人民代表 办公的地方吗 我们人民出了税前 建造了这个房子 借给这些人民代表使用 而我们人民却不被容许进入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对不对 那为什么人民代表 有理由去害怕人民呢 他们这些国会议员们 就是representatives 他们是人民的代表 那他们是人民和州的代表 为什么他们要害怕人民呢 那人民为什么没有权利进入 他们出钱建造和借用给他们的代表们 办公的场所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 这个其中扭曲的逻辑 那不仅如此 那对于公共财务的毁坏都是非常低的 基本上他们是 真的是非常和平的一群人 就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被迫离开家庭 关在了华盛顿的监狱 有一年之久了 有的可能不到一年 就按逮捕的这个时间来看 那他们不能跟他所爱的人见面 这是一年的时间 很多家属其实说要去看他们 其实都不被容许 而且他很多人其实也没有被指控 他就一直关押在那 其实这就是一个示威嘛 这就跟加兰说的 FBI要是对1月6号的这个参与者实行各个层面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调查 这完全就是一个恐吓嘛 恐吓的对象就是川普 川普主义和他所代表的这些人民们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些状况 就对美国的制度和前景特别的灰心 但是我想讲一下其中一个关在华盛顿特区的这个育友写来的这个信 公开信 那他讲述了他们在今年7月4号独立日的时候的一个感人的画面 我看到这封信我哭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他们育中的情况 他们很多人被取消了很多正常的生活的便利 比方说不让你理发或者冲凉或者很多设施 有时候不允许你见律师 或者也不允许你家人的探望 所以乔治亚州的这个众议员格林女议员 就已经写信给了国会 都请他们辞掉这个残暴的预警 对他们凶恶的预警 这些爱国者当初关押的时候 他们的状况是非常恶劣的 那慢慢的经过律师各方面的争取 那他们取得了更多的权益 他们一天可以放风两个小时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 虽然这些人被关押 不能跟他们所爱的人见面 脱离了正常的生活 但是他们还是对美国抱着很大的信心 他们每天晚上九点钟一起唱国歌 而且我上次给大家说的一个 其中接受圣诞卡片的这个御友 那他就是领导每天晚上唱国歌 并且做祈祷的一个六十多岁的长者 所以他已经把您寄到的贺卡 传递给所有的御友了 感谢你们 我讲一下这个御友的来信 写中文信的人叫Jonathan Malice 那他就说 他说7月4号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独立日 他说虽然我们一直被关押 不能跟所爱的人见面 而且主流媒体一直在污名化我们 之前说我们是deplorables 对吧 然后又说我们是traitor 又说我们是叛国者 叛乱分子 暴乱分子 给我们贴上了非常可怕的标签 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人是退伍军人 而且是上过战场的 所以他先解释了这个背景 刚开始我们的这个环境特别的恶劣 然后慢慢的争取之后 我们的环境稍微宽松了一点 每天有放风的时间 7月4号那一天呢 独立日都要放烟火的嘛 他说那当天晚上我们的狱警是个女的 然后他就决定给我们打开监狱的门 放风哈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都出来 然后大家出来之后就站在一起唱起了国歌哈 他们唱得非常的响亮和激昂 他说他们非常激动非常骄傲的唱了国歌 那唱完国歌之后 他们就开始看烟火 实际上有些人 大部分人就回到了这个只有窗户的四成四的小房间去 搁着监狱的这个栏杆去看烟火 他说虽然我们深陷淋浴 我们在狱中 但是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是我度过的最美丽的最伟大的 和最难以让人忘怀的一个独立日 他说那当我们唱起国歌 当我们看到我们欲有仍然坚定的热爱我们的国家 我们并没有被他们打垮 我们也绝不会后退 当我们看到这些烟火的时候 我们在大声的谈笑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 比之前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牢固 他说这些人永远也不会磨灭我们的精神 永远不会打垮我们 永远不会动摇我们 我们永远不会退后 我们相信上帝 我们会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敌人双方祈祷 他说如果有人因为目前的状况 对于美国上市了信心的话 那请你们记得 1月6号的政治囚犯们 依然在手拉手新年薪 维护我们的国旗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赞助订阅 点赞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